如果新年假期要到日本去泡汤的话 定房的手脚就可能要快一点了 不现在新的饭店也是一家一家的开 像是这样知名的韩舍集团的负责人蔡晨阳 他丑化了三年 为在新一计划取得精品的酒店 昨天晚上就开幕了 酒店是当代艺术的风格 而蔡晨阳也非常幽默的说 他多亏有太太 要不然这个酒店会 不会像现在像美术馆的感觉一样 恐怕会变成像是博物馆 而蔡晨阳的三儿子 蔡博喜也从国外被召回台湾 准备要来接放 儿子也对媒体爆料说 他爸爸最爱打电话 对他唠叨了 击鼓声震撼人心 光影投射在建筑物上 水池投射灯颇光灵灵 时尚派对 赞庆祝新一计划取离精品酒店开幕 前卫当代艺术饭店 显示董事长蔡晨阳 二十多年古董收藏家品位 里头有新有700件艺术品 但酒店的品味设计 蔡晨阳归功给太太赖英里 我太太就是她来安排 那么我本来想如果是照我的做法 大概会像比较像韩社博物馆 那这个看起来像是爱名美术馆 全新的没有老的东西 这里面最老的是我 62岁 蔡晨阳心情好到难得幽默 毕竟韩社集团是唯一在台北东西区都有国际观光饭店 充分展现集团实力 甚至镜头前夸口 目标明年打平 三年内期待挂牌上市 连蔡晨阳口中最孩子气的小儿子 都从欧洲被招回台湾 现在是董事长特助 我爸没有 他只是每天打来念我一下而已 没有啊 开玩笑 三二次蔡博喜大抱父亲蔡晨阳的廖 还拉表姐艺人观影一起出席 观影要叫蔡晨阳仪仗 这身性感装扮 何为风小公主 廖小乔 时髦小女人盛装出席 很抢眼 加上台北市长郝龙斌 蓝营巨头 这场酒店开幕 增添不少奢华 宁心味 这部北新闻综合报道 好 看见怎么也要被安检 这样让我非常不舒服 这事情去发